在直接移到這個公式的後面 直接給他一個end的串接符號 然後雙引號 再把剛剛這一串貼上去 貼上去之後,你先打工,階段先來看 41歲,又N個月又N天 就有大概的格式出來 接下來就怎麼樣 去解決那個兩個N 那兩個N怎麼來的? 基本上前面那個N 其實就把前面那個N怎麼樣? 複製貼到N上面去 但是那個N因為要跟字串聯 所以前後要加雙引號 這應該有概念 然後再把這個參數改一下 我就做完了 這個方法應該是最快 所以再來的話,第二個部分 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N的複製一下 貼到下一個N的地方 N個月對不對?貼上 可是呢,你前後不能夠 有沒有,你貼上的時候 特別是因為它是一個 函數 那前後是一個字串 你把它切開來 所以你必須補給它 它的後雙引號 因為它本來後雙引號在後面 你把它切開來 所以你補給它一個 然後再給它一個串接符號 然後呢,再到這邊的話 你補給它前面的雙引號 在前面再怎麼樣? 再增加一個and的符號 所以and在一個什麼呢? 就是幾個月 然後呢,我們把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改成應該是幾個月 幾個月的話特別主要 這個地方我們用哪一個呢? 用m 不對,應該是哪一個呢? 應該是y ym 對,ym 因為如果你用m的話 那就是變成 那就是出生到現在幾個月了 ok 那不對,所以是ym 好,打勾試試看 你會發現這麼長一串 打勾 41歲 又七個月 41 又七個月 ok 那又幾天呢?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n的部分怎麼樣呢? 把它選起來 然後先把它貼上去 剛剛的東西 好 不過你會發現 公式太長了 所以旁邊這邊有個小箭頭 按下去 展開來一下 不然的話太難處理了 然後呢 又幾天對不對? 一樣的方式 請各位注意一下 把它雙引號後面補上 然後把它串接符號補上去 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這是什麼? 其實就是md 所以這邊的話加一個m d 應該是md 沒錯 然後後面的話再補 創接符號 再補一個 這個雙引號 ok 好 完成 試試看好了 打勾一下 ok 所以這個 他的生日到目前為止 總共活了41歲 又7個月 又26天 就做出來了 不過後面這邊有個錯誤 因為這邊沒有合併列印 所以請各位自行再合併 不然你們等一下這樣 向下填滿 會發生錯誤 為什麼底下這邊 好像我那時候做範例的時候漏了 所以請各位自行選取之後的話 再把它合併列印再填滿一下 就完成了 試試看 應該沒有錯了 應該沒有問題才對 1972 1971 現在是2014 ok 好 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 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那主要我們是 第一個是y 再ym 再來是md